今天借這一班喔 星雨航空延遲 四分鐘而已啦 車來了 粉紅色的大巴車 漂亮喔 辛苦了 巴士的年式 來 行李箱放這裡 人就可以上車了 托馬姆新野度假村的POWER 我還是沒有住這裡啊 住別的地方 今天就客人住這邊 我住在這裡啊 沒有 我是住那一棟裡面啦 吃早餐了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這個新野的POWER的建築 真的是很壯觀啊 在這裡 各位 鄉親父老兄 二字幕 大家好 新野度假村喔 很壯觀的這個大樓吧 昨天開始8月11號 到處都是人潮喔 日本昨天開始連續放假 11號到16號 都是連續假日 放的叫做那個 孟蘭波節 我們叫孟 也就是類似中元節 我們去祭祖啊之類的 所以出遊的人潮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熱 每天都超過30度啊 熱潮跟人潮 一起來啊 真厲害 那繼續出發吧 今天看花劇啦 行きましょう 另外副500就可以坐這個了 遊園車 トラク 但是會キキコココ 因為地上都是石頭路 龍根遊園車 我去是有趣啊 行きコココ 五彩繽紛 中間停留三分鐘 拍照 好像這樣看遠遠的那個丘陵地 就像一塊一塊的拼圖 它剛好都是做大概四方形的 以前啦 它這個路大概都是跟那個一樣 都是泥土 那可能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讓人比較好走 去年開始鋪這個石頭 這一片都是薰衣場 漂亮吧 這裡屬於美英的四季彩之丘 到處都是丘陵地 很無敵的丘陵地啊 這裡 四季彩之丘 這個叫金魚草 很像金魚吧 今天來到了四季彩之丘 很漂亮的地方 夏天必有景點 還可以搭這個龍根的遊園車 也可以開這個高爾夫修車 但是你必須要有駕照 才可以開 或是騎這個四輪的沙灘越野車 還可以看羊坡 但是每一樣都是自費的 四輪越野車 也可以坐這個喔 很酷的喔 刺激 哇 現在這裡也有坐直升機了喔 直升機五分鐘 哇 一萬一喔 十分鐘兩萬二 十五分三萬三 坐直升機看花點 有機會再來坐 這裡有個木金箱 看了覺得感動的話 請付兩百 誰一個人包這台車 坐枕頭 很香喔 那歡迎在這邊來到巷步兩夜 這邊下面是薰衣桃的故鄉 一整排都是你們的 像這樣啥 像這樣啥 我們的餐廳 來 它有個時鐘喔 計時二十分 有甜嗎 我幫你們試一下 這是戰利品 戰利品 有啦 有及格啦 這樣不及格 這個不用勉強啦 它是 它是一種感覺 不一定說 我要吃很多很多 划得來有沒有 吃到飽 隨意我們拿那種感覺 很好 漂亮的雲 整個園區的地圖 紫色的全部是薰衣草花田 字跡都可以保持開花的地方 全世界第一個成功的地方喔 天氣好怎麼拍都漂亮喔 漂亮喔 公主蘋果 姨妹蘋果 應該蠻酸的吧 八月來大概 看不到薰衣草了 除了溫室以外 並吃的薰衣草冰淇淋 三百五 這個是哈蜜瓜口味 都是人啦 KOMIDA MELON HOUSE 富田哈蜜瓜屋 都在富田農場旁邊 都在賣哈蜜瓜的 後面還有很漂亮的 向日葵 全部面向往這邊 明明太陽是在那邊 現在是背對太陽 好多島掉了 風吹倒的 不要這麼熱的話 這裡帶小孩來 很舒服的 這個草也是很舒服啊 又乾淨 雖然今天只有29度 但是那紫外線好強喔 眼睛都撐不開了 夏天有了 防曬要做好了 我住這裡 很快的兩天了 現在回到我住的地方 現在是6點鐘 溫度突然降到22度啊 好涼啊 這才是北海道的夏天 明天見 第三天早上 建築物還是很震撼啊 這裡可以看雲海水之教堂 還有很大的游泳池喔 到處都蠻漂亮的喔 要吃另外兩棟啊 我們今天來到了這個叫 湯馬庫麥沾小木 漁港周邊的這個食堂 這裡都很深淨 而且這裡的特產居然是北季貝 火器 那個北季咖哩滿特色 滿有特色 還有那個烤北季貝 非常的建議喔 這麼多間 不錯喔 這個菜旗啊 沾小木 海港魚市場 都是食堂 好大的北季貝 這個最出名的北季貝 海鮮市場 海鮮市場 哇好酷喔 很傳統 我要吃這一間啦 食色海鮮豆 哇 有海膽 田蝦 菇 哇 這最新鮮的 好北季貝 漂亮 這個很好 超級飽 好吃 好吃 不錯 不錯咧 喜歡這種漁港前食堂的感覺的人 可以來這裡喔 好吃又好吃喔 酒駕了 往洞野湖 雕刻藝術品 很漂亮 洞野湖 奶汁風的大廳 很漂亮喔 漂亮喔 哇還有演奏啊 還有火耶 真的火 喔好酷喔 不錯喔 這一間 奶汁風那個服務超好的 歡迎 嘿嘿嘿 沒聽過吧 伊達溫泉 這是住宿的地方 也是餐廳 左邊這裡都是 好團旅喔 唯一對我來講 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 客人住的都是高級飯店喔 那我可能因為經濟的考量 可能會住到 像這樣子 後面 這個叫伊達溫泉 哈股有溫泉 然後有大眾食堂 有房間 不過房間都是什麼咧 它的浴室跟 廁所都是公用的 那麼對我來講 有一點不方便 我住榻榻米 然後那個床要自己鋪的 廁所 公用 浴室公用 雖然是溫泉 外面是什麼 農田 這裡叫伊達溫泉 不過滿便宜的啦 住一晚 現在還是連續假日 七千日幣 哇這裡有限定的那個 色香葡萄 好棒喔 讚喔 乾杯 讚喔 吃這個 鹽味的拉麵 沒吃喔 大眾食堂 皆さん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是第四天了 現在是空車 因為我跟客人住不一樣的地方 現在要去迎接客人了 然後再繼續今天的旅程 いきましょう 楊梯山 湧水公園 很漂亮 它就從這個山的這裡湧出來 它不是河流 也不是瀑布 這樣湧出來 對 從這個縫湧出來的 它不是流下來 有沒有 從 對 它流到這裡又往地下去了 水很清澈喔 你也可以這樣子用一點 湧水公園 讚喔 湧泉 楊梯山 湧水公園 這個就是楊梯山湧出來的水了 日本人最愛這樣 你看到水就想丟錢 楊梯山 湧水公園 水超冰的喔 記得帶瓶子來裝喔 鮮魚 鮮魚 它說任意吃一點了 你現在吃太多 等一下進去反而吃不了喔 來這裡喔 櫻桃跟那個 栗子 周圍都是那個櫻桃樹 如果看到 還有剩的 可以拔來吃 有有那邊有 有看到了嗎 有 太高了又爬不到 找低的 藍梅藍梅 現在先吃 這個沒什麼技巧 就把它拉起來就好了 直接吃就好了 吃一顆看看 吃吃看就知道了 喔這裡有很多 水蜜桃很多 先來一顆試試看 吃看看 有點硬 但是還蠻甜的 OK啊 不是軟的那種 李子了 李啊李啊 來我幫你們試一顆 李子在這裡 維他命心超多的 養顏又美容 你這個看不出來它甜不甜的 要堵一把 要堵一把 你以為都很甜 哇 雖然沒有大太陽 但還是很熱 我已經飽了 隨便吃一點 蠻不錯的喔 宜得利 果樹園 十個以上 門票是一千五 十個以上 還打九折 今天太可怕了 這個三角市場 連續加了 全部都是人 看這個也都是 這個就小隻的 三角市場 很老雷雷喔 這裡也都有活蟹 右邊也是 我們也可以先走到底看一下 喔這個好大 這個應該五公斤以上喔 三十分的話 頑固 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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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間 很大很大 喔喔喔 這次的名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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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絕對不便宜喔 這麼大隻 3.8 喔 沒錯耶 3.8 太厲害了 孩子在動 3.8 6萬一瓦是我們的關係 哇 所以等次 1公斤5萬多 OK 那就可以了 厲害了 全部元氣的耶 全部元氣的耶 太長燥了耶 太多了 毛巾一匹幾乎 一匹幾乎 一匹 一匹 一匹左右 要秤 四匹 這一匹 四匹啊 旁邊這邊什麼 生意這麼好 你們買什麼 昆布 喔昆布喔 這個喔 喔 直接吃的 謝謝 這裡放了 大家可以去哪裡 喔 他說昆布好拿 就可能給我們 看我們要放哪裡 來這個是烤的 喔 是 這是另外半隻 然後用水煮的 這隻魚烤得好漂亮 就很快 嗯 探修夾 探修夾 喔 全部到探修夾 今天的 三角市場 太可怕了 人真的是 爆多 建議不要那個連續假日 我們光排這個座位 都排了大概一個鐘頭啊 好辛苦 那是吃到好吃的火蟹喔 田中酒造 龜甲造 不是龜甲造 不是龜甲腕喔 剛才有各位跟我說龜甲腕 那個是島嶼啦 醬油 可以拍影片嗎 可以拍影片嗎 可以拍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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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銀釉 他也給你一小口而已 可以拍影片 那哈密瓜 蠻有興趣的喔 以前還沒有哈密瓜 沒有哈密瓜 這個 可以拍影片嗎 對 我呢 還要這個 對 我喝一下這個 謝謝 謝謝 沒用沒用 像果汁 這不錯 剛下去有點甘蔗汁的感覺 寶川怕飲料 又等賞 讚喔 這罐 好多獎狀 田中酒造 寶川 音樂和博物館 燈氣時鐘 哇 你們有聽到風鈴的聲音嗎 看一下喔 很熱鬧的小村 好多人的小村啊 好多人的小村啊 美女 美女在吃冰 美女穿浴衣 美女穿浴衣 餐廳 坐在這個辦公大樓上面 天空的燒肉 黑毛河流 哈哈 哈 哈哈 這裡叫德壽 K plus 讚喔 白老牛 嘿 德壽燒肉店 K plus 可以看風景啊 白老牛 六種,一萬五 鯉雞肉,脊椎肉,沙郎,什麼都有 白老牛,北海道最出名的黑牛,黑毛和牛 很不錯,不錯喔,這個沙肉 哇,這個離小路也太熱鬧了吧 太多人了 最近有離小路這個祭祿 是上面吊滿了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藍,這個離小路 現在是晚上七點鐘 真熱鬧,好熱鬧 很華麗喔,這個Hotel 很大吧 讚喔 讚喔 哇,這裡天花堡還有日本地圖 哇,北海道在那裡 第四天的Hotel 喔,在這裡看看喔 乾爹 先看浴室 哇,好大 真大真大 不錯不錯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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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大 不錯不錯 還有附礦泉水 來,照慣例 看個夜景 噔噔,有沒有夜景 有啦,一點點 我這裡11樓啊 還可以看到中庭 好啦,今天累了 好辛苦喔 現在已經8點多 早上8點出發 已經超過12個鐘頭了 通常有卡到這個啊 不是卡到 有去離小路的話 時間通常會很長 沒關係 大家也辛苦了 好疲勞 明天見喔 好疲勞 椿 Premia Hotel 今天第五天了喔 住的飯店很不錯 在過個橋 這裡算封平區 過個橋就是離小路了 這個叫Premia Hotel 椿 雷海道神功 神功 鳥居 北海道神功 十六片 菊花紋 代表皇室的家徽了 神功是建築 很雄偉啊 人潮越來越多了 三井敖勒 很讚喔 康齊 康齊 進來就是康齊啦 很好買的地方 到北海道來 這個康齊 不是康齊 這個三井邰類 一定要來參觀一下喔 這裡真的可以讓你 很滿足的回去 但是 還是要有緣啊 卡也可以的 三井敖勒 三井敖勒裡面還有一間 唯一的藥裝店叫做松本清 買不夠的 離小路買不夠的 在這邊可以再補一下喔 哇這個安德阿夢 最高達對折啊 敖勒又對折 太可怕了 爆滿了 都找不到座位了 全部都是滿滿的 好久沒看到客滿了 看起來不錯喔 雞白湯 這一間是 麵屋菜菜冰味 這間好這間好 麵屋還沒吃 那個湯頭 湯頭很讚 這間可以推薦喔 菜菜冰味 要往機場去了 到機場了喔 五天我們就是這樣走的 包團包車 有非常的舒適喔 それ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新宇航空的登機證 好特別喔 這個顏色 紫色的 今天接到日本 那個北海道廳交通局的通知 明年啊 那個巴士費用全部要漲價了 最高漲百分之三十啊